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受戒之后 知道不合适 所犯的罪业更重 为什麽 已经答应不做这件事 还破了自己的戒 比以前不明白 也有不知之罪 但现在明白了 明知故犯 罪业更大 相反来说 如果犯戒 懂得忏悔 罪业 若是轻的 可能即时消灭 若是重的 会慢慢消灭 出家人每初一十五 今天是十五 要忏悔的 要忏悔的 出家人每初一十五 要聚集一起去忏悔 大家忏悔的戒律 被忏悔的戒律 悉参摩罗 悉参摩罗的六法 沙微十法 沙微离也是十法 各仲戒 仲戒之前是要忏悔的 怎样忏悔呢 即是犯了这些戒 要披露忏悔 所以在忏悔之前 如果有几十人忏悔 我们做一个揭磨法 向另一个清众忏悔 有些戒破了之后 犯了这个戒 向一个清众忏悔便可以 以外出家人来说 有些戒是一个清众 一个清众 一个清众 便可以 如果是重点 要向二十个僧人忏悔 即是犯戒戒重 不仅仅向一个同参忏悔 是要二十个僧人 同时披露 将你所犯的事说出来 由二十个僧人 作证明你不再犯 少一个都不可以 所以出家后 你犯的戒律比较重 是很麻烦的 如果每次中戒的时候 你都要二十个人在你面前 你丑不丑 每次中戒的时候 这次糟糕了 请二十个人 要求别人作证明 是要求人的 要求二十个同参 要跪在同参面前 披露忏悔 我不应该犯这件事 当然有二百五十戒 为什么不应该犯 每一届都很清楚 要向二十个人参悔 这二十个人接受你参悔 有段文要读出来 以后不做这件事 如果你事上犯了 所以我问你 你有没有参悔 如果你受菩萨界 你必须向清众出家更参悔 或者没有出家更向受菩萨界的人参悔 如果你犯了五戒 例如妄语 犯得大妄语 就很难忏悔 以大乘的佛法 犯了五亿十恶都可忏悔 但以声闻的小乘来说 犯了重戒 是波罗尔 什么是波罗尔 Parajika 断头 有些戒律 出家人守戒律 犯了重戒律 就如同没有了头 叫做断头 断头就要摒弃于 增保之外门 不能再做和尚 不能再做比优尼 因为犯了基本戒 怎样做 叫做Parajika 叫做波罗尔 如果你犯了轻戒 可忏悔 就叫做增残 增残 什么叫做增残 你的头没有掉 你是残废了 没有手 没有脚 也有命 犯了这件事 你还有命 仍然是Parajika 你是残废 残废了 也有得救 波罗尔也没得救 所以不容易受戒 一方面 要持戒 又想说持戒的功德 多数人受戒都是想持戒的功德 多数人 如果受戒 时常都犯戒 犯戒人又覆戒 你 很有问题 很大问题 会障碍你的 静修 会障碍你的修持 当你 受戒的时候 如理作语受戒 你便得到 如理作语的戒体 居时时也受五戒 不杀生 不偷渡 不情人 不妄议 不饮酒 五戒 当你受了五戒的时候 这强烈的 如理作语时的戒体 成为你在阿赖耶识里分藏着的 如理作语五戒体的种子 这是一个强烈的善种子 便走进阿赖耶识里 这强烈的善种子 不单只是阿赖耶识 既然做了阿赖耶识里的种子 自然会分集第七识的末罗识 自然会分集第六识的意识 而在第六识的意识里 自然就已经教了一个景钟 一个很强烈的景钟 当你一犯戒的时候 这个景钟会响响响 我不能做这件事 即是有一个止恶 断恶修善导众生的强烈的一个钟 作为这个戒体 这个戒体 如果保持得好 不犯戒的时候 他会从无作的戒体 从有作的戒体 变为无作的戒体 当你变为无作的戒体的时候 你已经再变了 你的样子变得更善良 即是这样用俗话说 你的心变得更清静 你的样东西变得更如意 那些戒神 甚至众生旁边的鬼神 一见到你便知道 这是受戒之人 见到你便已经 光芒不同 为什麽呢 受戒的如理作意 无作戒体 是一种光芒 一种能量 自然便是发光 那些众生见到你便知道 这是修行之人 所以我告诉大家 我怎麽见到那个女士 我未见到她 她坐下 为什麽那女士 为什麽这麽特别 五十多岁的女士 后来我越与她谈谈了 原来她每天六小时 诵经诵咒 五六年都是这样 整个人都有光芒 光芒四射 她裏面的戒体强 我看你的戒体真是很弱 有没有也不知道 而且你这样的戒体 你的戒神会远离你而去 即是你在这儿嬉笑 在这儿嬉笑怒骂 你就是自欺欺人 你不要再做这些自欺欺人的事 你时常复戒 复戒完之后再忏 忏完之后再复 你是 在 间接里面 你侮辱了作为你 作为你忏悔的高僧大德 大德 大德一心念 弟子某某 犯了妄语罪 以后不会再犯了 重复三次很诚心 大德居士 申呃 下一次你不要再犯了 以后要诚心悔过 在你的心目之中你又不是 你真是侮辱了你的忏悔师 这是很大罪的 你整古人 你很大罪 你不要再做这些事 你知不知道 你受了戒是有戒体 对你的修持很有作用 你不知道 你一直是犯 你犯得多 因为你越犯得越多 在你的阿乃耶识里面的分杂 即是 连善的 想分杂都被这个恶冲淡了 你恶的势力就强了 即是这个警钟 越来越弱 你响起这个弱的警钟 让其他的恶神都知道 你这个善神越来越弱 恶神就会侵入 即是那些众生越来越弱 你害怕吗 即是他知道这个犯戒之人 而且不单欺骗自己 还欺骗和你忏悔的那些忏悔师 你多一条罪 每日诵经念佛 也回向往生的父母 他们有得益吗 可脱离三恶道吗 你每日诵经念佛 回向往生的父母 当然是有功德 但你知不知道 持戒的功德 都可以回向父母 为什麽你只是看出 诵经可以回向父母 持戒作善事 就不能回向父母吗 而且可能更加具体 你诵经回向父母 如果以你的心态时常犯戒 你诵经有没有如理作义 你诵经有没有打妄想 当你诵经的时候 请出家人不诵 就会付钱 你根本不诚心 要好好考虑 诚心的程度去到哪 你越诚心 父母越得到感应 若是犯犯言 父母越得不到感应 持戒 反为父母越得到感应 在家中念佛 可同时念不同的佛菩萨圣号 因家中 奉多尊不同的佛菩萨 当然可以 南无本尊释迦牧尼法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地藏菩萨 南无观世音菩萨 都可以念 你看看所谓的本尊 甚麽是本尊 简单的本尊是什麽 苏世以来最重得经多 有些观音菩萨 一念到观音菩萨 令人更勤诚 因为你的本尊是观音菩萨 有些地藏菩萨与你特别有缘 可能你的本尊是地藏菩萨 有时你会认识阿弥陀佛 我认识阿弥陀佛 转了又念观音菩萨 会这样 即是你念哪尊佛都可以 但既然如此 你不如集中 你集中念其中 如果你每尊佛号念三片 你不如集中念 因为所有佛菩萨的能力 是平等的 我不知道哪个佛菩萨的能力强 也比较好 每个都念云 地藏菩萨我又念观音菩萨 文传施理菩萨 日光遍照菩萨 月光遍照菩萨 十二就若叉神像 接着阿难尊者 全部念了 所有菩萨 去到十地都是一样高的效力 问题不是在菩萨的效力 是心力 当心力采取怀疑时 你的心的怜疑已经铺满了一切尘埃 就算菩萨的光月亮 每个菩萨的月亮都是圆的 但你的心里面充满怀疑 又占尽一切便宜 你与很多污染浮现 你怎样照着自己 你不如单纯念观音菩萨 念到你的心里面 圆静清静光明 光明 那时你的光便照耀 有时 围山九人功规一跪 当你的聚焦不是集合一点时 每个井都挖一点时 永远挖不到真水 必须一个井一挖一直挖到有水为止 这样才是集中你的力量 你转井转到一半 这个井不知行不行就转到另一个 或是行不行 没有一个转得到 你不如集中念观音菩萨 集中念地藏菩萨 集中念阿弥陀佛 这样来得更加容易 有感应 甚至你集中念日光遍照菩萨 月光遍照菩萨 一样有感应 六道母 准提菩萨 一样有感应 即是我不再转这么多井 转到有水为止 这就更好 请问人死后在中阴身时期第六七第八色也同时存在吗 在什么时候第六七色会离开中阴身呢 如果你有留意你所读的八色规矩 第六色 第六色行和审 行是相续的 去世之后也有的 第六色是什么 审而非行 他有审察的作型 他不是永恒的 所以第六色哪有 第六色没有了 但六色所做的一切的事 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 虽然说他没有 亦是有 他没有了这个意识的存在 但所有能量都走到阿赖耶识 所以说是有 亦可以说是没有 他的种子走到阿赖耶识 第七色 第七色是行审的 永远都有 永远都是 执着阿赖耶识的见份为我 与阿赖耶识里面紧紧相关 如果我们用普通的俗语来说 当你去世的时候 你的二色和七色 会缩进阿赖耶识 就是这样 全部储藏在阿赖耶识里面 在何时第六色和七色会离开中阴身 中阴身 阿赖耶识会解释 第七色第八色 是一个转色 就算他本身 不是个别的存在 也存在阿赖耶识里面 所以你无需知道他何时离开中阴身 他并没有离开中阴身 因为所有的一切成为一种种子 都是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 就是你的中阴身 成为你的中阴身 而所有的意识 第六意识第七识 乃至前五识一切的种子 一切的现行 成为一种业力 就储藏在阿赖耶识 所以我们可以说你没有消失过 若你所做的恶事消失了 你怎样有恶报 只是因时辰未到 所以就储藏在阿赖耶识 所以没有离开中阴身也行 离开中阴身也行 第二个问题 Baby刚出生 如吸他喝奶 他就很开心满足 如吸他喝苦茶 便会哭 这现象在第六识及第七识 认知活动 给他一些不好的事 属于眼前五识的活动 给他一些苦茶 舌尝到苦劫 常渡的苦劫是色授上行识里面有瘦 瘦了身体上 物质上的感觉 精神浮尘 静息根 静息根的味蕾 接触苦时 身体觉得苦 意识觉得苦 产生一种苦瘦 这个苦瘦 形诸于我变为哭 变为不愿意喝 他喜欢时 变为落寿 落寿便是喜欢 这是身体上 还有心理上 心理还有 忧和喜 他未必给食物吃时 心里面产生一种 自己里面的境界 都可以有优 所以这些全部是意识里面的作用 尚吃两识 为何必必出生就有分辨心 good taste and bad taste 这些分辨 这些分辨 good taste and bad taste 这些是 这些人的 这些人的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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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人的 在这些人的 在这些人的 他带过 从前世的 他以前 所有的 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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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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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 从前世的 全都能带到现时感受 所以他带动的不单是不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都可以带动 Sometimes the baby will born with engineerity of playing the piano 有些年轻人或是六岁或七岁 有个五、六岁又可以认识弹琴 有一次妈妈带她去玩具店 她真的有大钢琴 彈一弹 回到家玩钢琴 她真的彈一弹 她的sister 她的姐姐 又有个Piano 她完全玩出巴克的音乐 贝多芬的音乐 为什么 He played it He played it not from learning But from remembering From previous lives He remembered the taste The bitter taste He also remembered the sweet taste It's been brought forward from previous lives 因为你用英文文 You can ask questions in English 有些人写中文 未必写得方便 You can ask your question in English I will answer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for you Particularly for you OK 常说 修善断恶 度众生 但可曾遇到难以度之人 如劝他吃素是否应该随缘而度 佛道有缘人 无缘 度不得 你尽力量 去断恶 修善 度众生 如果你用尽方法 他也不能度他 还有一个方法 求菩萨 度他 我丈夫叫极 她也要喝酒 酒饮已经很久了 她喝到肝已经坏了 可否观音菩萨劝他 天天求观音菩萨 天天求地藏菩萨 观音菩萨 地藏菩萨有这个能力 改变了他 你没有 为何你没有 因为你自己都是污染的 因为你与他相处的过程里面 他已经不尊重你 每一句说话他会当你闻他 他当你是烦恼 为何 这是你自作自受的 你以前闻他 好又骂 不好又骂 或者你对他产生互相互动 每一句说话他都认为你是针对他 为什么 因为你以前确实针对他 你以前对他不好 现在每一句说话他忽然间认为你每一句都好 你会不会天真一点 你自己改一下 你改一下你自己 你先改你时机才可以改到你的先生 才可以改到你的太太 你自己不变好 要别人好 所以你要改善别人 你不如先改善你自己 但我先生仍然是喝酒 要求菩萨 或者你用一种爱心来跟他说 或者你改变你自己 你改变你自己 改变你自己是他很接受你的 你干脆放一杯酒 今晚让你喝一杯 他说 真不好意思 我不喝了 这样也不一定 因为你对我这么好 你忽然间给我一杯酒喝 每天你都骂我 忽然间这么好 会否有毒 不知道 你去看情况而定 总之是 你要改变别人 必须要改变你自己 用你的言语行为去感动别人 你再感动不了 随缘 再真的想他感动 求佛菩萨 一定可以 但你是否诚心 请问如何分我慢和自信 真是不容易分 有些人 他的我慢 就是自信的一部分 有些人 我可以的 我什么都可以的 你叫我煮六十年斋 我未煮过 但煮过便可以 但是否可以 其实是不可以 但他有自信去煮 我慢同自信 有些人是介于什么 如果我们以前和人相处 这个人沙层白霍 可以不可以 什么都可以 这一类的人 我个人觉得也好 什么都不可以 我遇过什么都不可以的人 因为我们以前也管过人 我们这样做 你一叫他做这件事 他说 不可以的 你不用说了 说什么都不可以 他未做都不可以 他没有自信 相反来说有些人说可以 他未必是我慢 得即是说我尝试要做到 这是我的挑战 有自信的人 未必有我慢 但有我慢的人为了维持自己的自信 可能他的自信会强些 有些很骄傲的 我可以的 我煮饭又可以 洗衣又可以 清洁又可以 什么都可以 但你再衡量他 他清洁成什么 很麻烦 但这种我慢的人 如果你懂得用他的我慢 将他的我慢来改变 他会成为一种自信 他会容易 反而对一个完全无自信的 无自信的人救不了 很难救 所以信愿行 信愿导缘功德无 掌让一切诸善根 信是道缘 见导之缘 正导之缘 是功德的本 没有自信的人很难学导 很难聚集功德 因为他什么都不愿意做 他认为我不可以成佛 死就死 地狱就地狱 鬼就做鬼就做鬼 他没有自信 这个人就没有希望 为什麽 在五十一的心所里面 这个欲大神是死了 这个欲大神是不存在的 圣解的大神是不存在的 念定慧的大神也不存在 他没有希望 虽然他有我慢 第七色有我爱我慢 我贪我痴 他的七色有我慢 他很骄傲 他什麽都说可以 他虽然有我慢 但他自信很强 有得救 有得救 什麽都说不得的人 是没得救的 他已经失了自信 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第一个条件是什麽 就是要信心 你这个信心不单是自信 还要他信 你信自己 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还信有阿弥陀佛 可以接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你认为这个自信 他信 会成就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信佛的人 They are positive thinkers Whatever the mind can conceive If the mind can do 你的心想到什麽 你的欲强 你一定可以完成 一定可以成功 无事是不成功的 如公而生 精卫填海 大家有没有听过精卫了 精卫了 传说是以前皇帝的女儿 公主的女儿 公主的女儿 在一个大的海洋里 喜欢泛舟嬉戏 有一次跌入水中浸死了 公主的女儿 这个女儿叫精卫 精卫 浸死了 泛舟嬉戏化成一只鸟 投胎做了一只鸟 小鸟 这只鸟 在佛菩萨面前发愿 我因为在海洋里浸死了 我以后不要海洋浸死以后的人 我要担泥填了海 精卫填海 他就开始每日 一路担泥填下海 担泥填下海 要填到何时 我不理 我有信心要填到这个海 始终会填到这个海 这个人的目标很强 你有没有听过 《痴鸟救临》 《痴鸟救临》 释迦牟尼佛讲过一个故事 在森林里面 大火 有一只鸟 叫痴鸟 痴字 痴字 这边是鸟字 这只鸟 因为森林大火 它怎样 他就飞出来 在河流 担着水 用液液 沾满水去救 救森林大火 欲宏大帝就笑这一只鸟 我将故事简化 你这样的救火 你救到何时 你双液 沾满水来撲释森林大火 你救到何时 他说我不理 因为森林里面有很多一切众生 亦有我的家庭 有我的眷属 有我的朋友 我一定要将森林大火救灭 救息 因为我有我亲属 有一切众生 这个帝诗说 你救到何时 以死为期 救到我死了算数 这些自信心强不强 如果你学佛 要以痴鸟的信心去学佛 你一定会成佛 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不理 一定要念阿弥陀佛 一定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你不是 贪亲千万仪 恶见也齐 不如你学 痴鸟够临 精为填海 如宫移山 你才有自信 这些人有自信 有自信有得救 就算你有我慢也有得救 无自信的 怎会有我慢 你什麽都认为不行 你做亚七 我什麽都不行 我没有自信 但我很骄傲 会不会 你不会的 看得出来你不行 因为你自己也没有自信 大家明白我说什麽吗 成了阿罗汉之后 去了哪裏 成了阿罗汉 成了阿罗汉 哪裏都不用去 你问 去了哪裏 你哪裏都不用去 你还有地方去 你就惨了 阿罗汉的地方不是一个地方 是一个境界 还哪裏有一个地方 凡所有上皆是虚妄 如果有一个地方 就有生灭之境 有生灭就不是究竟 哪个地方没有生灭 这个地方会不会永远不会灭 凡所有上 凡有地方 凡有物 所谓的地方 尖沙咀 旺角 是否永远存在 他不断变 你去深水埗变不变 我们在大南街出生的 在深水埗 我现在去到大南街 也不知道是什麽街 我很记得 大南街 多少号 我都记得 131大南街 为什麽我记得 因为以前那一代的人 父母告诉你 你要记住你在哪裏居 你突然被拐了 遗失了 你就知道 警察局问你 你住在哪裏 你不知道 大南街131 他就带你回来 但你现在走到大南街 在哪裏我都不知道 我现在的脑子所浮现 是大南街以前的景象 有一间叫唤南学校 有个厕所 全部浮现大南街的景象 但已经变了 全部没有一样东西不是变的 香港不断在变之中 你求他不变吗 你就傻了 永远在变 有时候变好 有时候变坏 变好的时候很庆幸 变坏的时候你不用失望 因为他始终会变好的 但变是一个常理 你认为他不会变 政府永远不变 没有事永远不变 有变好变坏 要他不变 用一切的手段令他不变 用非法的手段令他不变 你不会成功 用合法的手段令他不变 也不会成功 因为他要变就要变 但如果人的心力强 从善变变善 从恶变变变恶 你希望他变善变恶 他变恶的时候 慢慢有一班人要他变善 他有善的时候 慢慢人就会变恶 为什麽执着呢 请问法师在爱何欲 海之中 迷周容易 归航困难 如面对 贪爱 意念分起 如何用无我对峙 最好用无我对峙 若你有贪 执着的时候 说起来不是很复杂 你不要随着执着走 你要知道 这个执着从何而来 当你执着的时候 你不会这样的 从何而来 我不想想从何而来 我现在很烦 我还想从何而来做什麽 你会这样的 你要知道 这个妄想是从何而来 从空性而来 是因缘所生法的 会现时令到你悲哀 你现在失戀 你会很emotional 日直以泪洗面 你为什麽自己这麽悲惨 但你要知道 这些全是因缘所生法 如果这个悲惨的事情 要你受就受了它 但是 现时你可以变 你失戀了 你那方面失戀了 我再认识另一个男子 我不理他好不好 我现在又再认识另一个男子 又要再进入另一个爱河 你不会在失戀中 要检讨自己 如果你要成立家庭 为什麽这段婚姻 这段爱情会失败 是否自己有问题 这段婚姻是否自己有问题 是否因缘所生法 你自己去分析 从分析中 你必须要破了鹅汁 了解自己的缺点 这样才可以进步 但是 你忽然间 从爱河走出来 走去圣道 更加万终无一 我不再走入情场 我不再倦怨这段婚姻 我不再在男女关系里 产生这种无谓的互动 我要追求一种圣道 我要 弘扬佛法 我要断额修善做众生 因为我知道 唯有这样才可以脱离六道轮回 我要选择一个更加圣路 我要选择一个 不是凡夫 会走的 而是圣人会走的圣路 我将会超越生死 离腑得乐 一个很成功的例子 就是释迦牟尼佛 他享尽皇宫的荣华富贵 他不要 他不要享受荣华富贵 他要找准脱离痛苦的方法 不但为自己 为众生 找准脱离痛苦的方法 他找到了 但有些人永远想享受荣华富贵 浸淫沉淋在荣华富贵之中 有哪些人从荣华富贵里面走出来 富贵学度难 贫穷的学度 都很难 但在难之中 亦有很多人会这样做 富贵也很难会这样做 所以 你为何无我呢 你自己会释收 这么多日说了这么多事情 你便循着方法 不要跟着你的感觉走 必须要 不以万法为虑 如果你是在爱河里面 执着我执着你 慢慢慢慢超离 你学唯识 修学 你现在开始做 你从界定位里面修学佛法 你肯问这个问题 你肯走出第一步 已经是非常之好 你对自己不要太苛刻 你信了佛 不过是半年 前五识 以根为所依 请问法识第八识何所依 八识依的种子为依 第八识成立 种子为所依 种子产生第八识 第八识又依的种子为所依 敬问师傅如何削弱恶心所的大神力量 如何观到念头的出处 你留意每一个起心动念 你观心 从闻思修里面削弱它 从听闻佛法去观想 从界定位里面削弱它 持戒忍欲精准禅定般若 持戒 戒 你又收禅定 又收智慧 从戒定位可以削弱恶的大神 从闻思修可以掌让你善的大神 至于 戒定位有哪些 闻思修有哪些 要慢慢学 给一个干要就是这样的干要 你说削弱你心中的恶的大神 从戒定位削弱大神 从闻思修掌让你的善神 何为开悟请法师开示 开悟有很多等级 即是用英文说 Sometimes you have a glimpse of enlightenment You have degrees of enlightenment If when you have complete through enlightenment then you are the Buddha A glimpse 叫什么呢 叫做Satori 日本人叫做 即是一时的小小开悟 你在禅定里面 不但禅定 在止观里面 有时也有开悟 你经常坐禅 经常念佛 可能你那天念金刚经 念金刚经的心里面很有轻安 心里面感觉到 原来是无我上人葬送生上 我又进一步了解了 开悟是分等级 有很多等级 必须要循着等级 去修行 不会自爆开悟 开悟有顿的有渐的 便会有 渐是如何 渐是循步慢慢渐进 即是神秀 身如菩提树 心似明镜台 事事勤忽悉 莫使夜尘埃 即是心里面蒙了很多尘 清静的自性里面 有很多烦恼 你用佛式 用鸡毛嫂 或者神仙嫂 慢慢洗脱 续续续续续续洗脱 事上勤 忽 色 目 事夜尘埃 逐步 循步 漸进 这是一个漸进 六祖慧能是怎样 菩提本无树 名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何处夜尘埃 即是怎样 你内心了解外界的事物 经过你的 文师生思维 对于每一个境来的时候 你不会被境拉着你走 在顿之间 你不跟着他走 顿悟 顿时第一念 第二念 就不会跟着他走 你去到那个阶段 修行到顿的阶段 任何一切外来的景象 你不会攀缘 你会懂得收念 顿时收念 顿时收念 顿时开悟 即是有一个外境来 吸引你 你随着感觉走 你贪真千万年恶见 一个渐的人 会跟着他走 走得差不多 抹感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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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很多年 跟着烦恼走了很多年 慢慢散散散散散 到最后他就开悟 顿这个不是 你第一念来 我以前修学到 有个慧根强 我第一念已经不跟着你走 你现前 你没得现前 第二念 我已经停止了你 你能不能顿 但多数人能顿不顿 说得容易 到时我一谷气的时候 我就发火了 一发火的时候 不知道观诚法师说过 什么第八识 我什么都不懂 就蒙蔽了我所有的知识 我一旦要骂 我心不开心 我不开心就要发泄出来 他会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 请问转色承治后 是否以永恒 因缘法 是否不再适用 转色承治的时候 就成为无违法 不是有违法 但不是代表没有了因果 还有因果 因果是有 不会于因果 不是没有了因果 所以转色承治之后 他已经去到另一个境界 这个境界 转色承治的时候 他从 转色承治 从修行里面 有成就的加行治 力量去修行成的加行治 显发了 根本治 从根本治里面 生后得治出来 广度众生 如果是这样 生了后得治 显发了根本治 就不会埋没 不会埋没了根本治 永远是清淨 但未清淨的时候 当然同意修持 清淨的时候 永远在清淨之中 就不会污染 再烦的时候就污染 在胜的时候 不会落地狱 除非他在后得治里面 故意特意落地狱度众生 会有 三类分身色苦论 所以他回复 轮回 走回到轮回 导众生有 虽然导众生根本治已现前 因为他曾经用过加行治 曾经俯修过 而成功 有缘成为夫妇 若一方面离婚 叛徒而离 会否大 大落下一世 即是一方面要离婚 离婚之后 会否有婚姻的业力 再落下一世 这个不知 我又不是佛菩萨 我没有神通 怎知道 不如我们推断 如果你和你的先生 相处了十多二十年 结果大家要披离 要离婚 都是因缘所生法 可能你的缘分 还的债已经完了 感情的债 钱财的债已经清了 离婚的 还好 一生 轻松 如果还未完 会否下一世再继续 会有的 你不希望下一世再继续 念佛往生西方 逃离了他 不要再见到他 你还想见到他 有一个捷径 告诉你不要见到你那个憎恨的人 如果还未找数 还未找数也算了 生了西方纪律世界 当你成佛开悟的时候 再三类分身色苦轮 那时回来 再还给你的先生 那时不同 那时受的痛苦不是痛苦 那时是导他 导脱众生 但你愿不愿意 你还想这麽多事 你又怕这些业力未完 业力未完 往生西方 你愿意往生西方 我们希望 将来讲完八识 讲阿弥陀经 讲《观无量寿经》 始终归于淨土 为什麽 你做居士 不要说我们出家人 修行的时间越来越少 怎可以现生可以成佛 这麽容易吗 唯有是将阿弥陀佛的愿力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先 脱离六道轮回 脱离生死 在那里才容易 比较容易 是二修法门 不是我说二修 是龙树菩萨说的 在《大琵琶索论》里说的 佛法有难行道 义行道 念佛往生西方属于义行道 你愿意选难行道 便选 你愿意选难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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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唯识到绝顶 天台中成为宗师 即是行 你的心态是怎样 为了自尊为了我相 而成为一个学者 你的心态就是我慢 我叫我爱我贪 为了度众生 与深入经状 这就是成佛作祖的人 所以一切都是心态 以后如果我们有机会 可以讲讲 《淨土三经》 讲讲《往生论》 如果你明白《淨土三经》 《往生论》 念一句佛已经是 即中即空即假 慢慢再讲 一句佛号 就是从假入空 一句佛号 从空出假 一句佛号 走入中道第一二帝 完全有根据 那些要讲念佛法门的仇序 今天已经回答了 现在已经五点半 三点半 超过了半小时 我们今天不妖佛 今天善政师傅不妖佛 没有妖佛 今天没有 因为人太多 人太多 好 我们在二十二号定做的时候 我们师傅再带我们跑 或者有一天我们跑回乡 或者有一天我们学习拜佛 即是如何用 慢的方法拜佛 大家有没有试过用 撒文法师的方法拜佛 举手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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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方法 那个方法拜佛是很好的 妖佛是很好的 除了学习静坐 要学习每天拜佛 每天念佛 行住坐我 这一句阿弥陀佛 叫做慈名念佛 慈名念佛 信愿行俱终 你又持戒 又信愿行俱终 你一定往生西方极学世界 对不起